4月13日,北京电影学院公布了2018年一考成绩单 三时弟弟无雷以92.85分的高分,拿下了今年表演专业的第一名 小小花宋索尔以90.67分的高分,名列表演专业总分第三,是所有女生力的第一名 而之前中系一考成绩公布的时候,杨千玺和新进小花蛋李兰迪也分别以94.85和94.48的好成绩,位居中系第一和第二名 另一位备受期待的小小生,胡仙旭也不负重望,取得了不相上下的94.4分好成绩,也是非常厉害的啦 或许会有人说,这些明星考生自带光环,考官会不会对他们格外优待呢? 其实并没有,宋索尔在拍戏之余从来没有放松学习,甚至在机场赶通告的时候,手里都捏着厚厚的参考资料 从上面的笔记来看,这可是货真驾驶的学习资料,不是街拍道具 由于没在国内上高中,对于宋索尔来说,文化课考试的压力相当大,甚至都让她开始脱发了 所以在坐飞机的时候,宋索尔也不愿浪费时间,分秒必争,认真学习 早前在接受腾讯娱乐生心栏目专访的时候,宋索尔就开玩笑称,自己是因为数学不好才选择去美国留学 但是玩笑归玩笑,对她学习宋索尔却一直很认真 在拍摄洛杉矶导弹计划时,她经常不停地坐飞机,往返学校和偏长 连老师都觉得她实在是太辛苦,无理30弟弟就曾经被拍到一下片场立刻补作业的照片 在粉丝的镜头下,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勤奋学习的吴雷 今年的一考中,明星考生们的表现可以说没有让大家失望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,他们将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